每个人 我想应该都是想八关都要吧 如果是相处的话 肯定是三关是最重要的 但才开始了解的话 人其实是从五关开始的 应该是没有 就我个人还是一个比较 简单直接的人 我不会说一些 就是可能 对方知道了之后 会觉得伤心的谎言 大多数都是 比较生活化的一些谎言 爱情里面 常说 常说不怎么谎言 我为什么要说谎言的 我为什么不说直话 就是我还是怕 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说的伤害 反而比我说的伤害 来得更大 逼不得已要说的时候 肯定要说 女生都会蹦面子 然后跟男生说 我不饿 我吃饱了 我没生气 应该是有的吧 日常生活中 都会说一些 善意的谎话 我觉得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都会有善意的谎言 所以吃点不菜 不吃得干嘛 你觉得 你吃得干嘛 我觉得 每个人我想应该都是想八关都要吧 如果是相处的话 肯定是三关是最重要的 但才开始了解的话 人其实是从五关开始的 五关是让你去了解这个人三关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还不认识他 你不知道三关是怎么样的 我要是先跟你说五关不重要 那肯定是假的 那三关是陪伴一辈子的 我觉得就 我现在还没有到处了解大家三关的这个程度吧 大家时常说相由心生 两个人相处相遇的时候 肯定首先是要看 是不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好紧张 哈喽 这口音有点像北方人 但我又不敢确定 为什么声音这么好听 我不仅北京话说得好 我时常怀疑口 还有我说广东话都可以的 K.O 你喜欢吗 你好,阿苏也蒙面的兄弟 我是在跟一个女的聊天室吧 我是在跟一个女的聊天室吧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是我哥 他刚刚抢走了我的手机 K.O 你看看,这是你 你看 不是我们长得不像 我不是你的亲爹 你看你怎么都哭了呀,宝宝 没事 那我给你吃,揉搜 好,剩了九分钟 赶半永久 其实在三十家的这样的 年龄阶段的恋爱当中 是先看感觉比较重要 还是先看条件比较重要 肯定是感觉 感觉都没有 还谈什么条件 感觉吧 而且除了感觉以外 两个人 还得有一个 共同的兴趣爱好 怎么说破圈 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个都可能说 交际到其他圈子的一种方式吧 也有一类 就像那个薛老师说的 我们俩完全不同 也能去互相吸引 对 能互补 薛老师也是觉得 先看感觉 我觉得感觉太重要了 对,我们盘吧 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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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中 我像一个 大灯号 学吧 慢慢学吧 慢慢学 我愁死了 你真的愁吗 真愁啊 上了三十岁 就慢慢的 真的是从不着急 变成了着急 你着啥急 在你这 女生毕竟要面临到一个 生宝宝的问题 你着急 对 现在三十三 过了年就三十四 再过一年三十五 眼看你就本命年了 对 你这种算年龄的方法 跟爸爸妈妈说时间是一样了 已经六点半了 快都七点了 就是这种 对 就是非常 其实自己 包括家里人 都很有这种 时间给 所给予的这种压迫感 但我觉得还是不能草率 不能给自己这种压力 因为你这 就是几年嘛 对不对 但你后面还有好几十年 对啊 所以还得 没事 不着急 找到一个不一样 我这种压力 还能给你 我这种压力